时代由我薰品相传 本节目由贵州喜酒凤凰网联合制作播出 为什么选择到北师大来 我不是好 没有渊源吗 对我知道了 想起来了 因为当时我成家了 成家以后我家离这儿特别近 在他的后门 而且那会儿 好像就是个人没有公共 没有汽车 然后呢就肯定就找特别近的地方 上去 找后门 不是那个后门啊 我骑自行车进来 五分钟就进来了 你现在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后悔的事情 没有 应该没有 应该没有 为什么要应该两个字 但是你没有办法 你那会儿只能做那种选择 我已经是第三次来北师大 真的吗 前面采访了心理学的许燕教授 然后还有传媒艺术学院的黄慧玲教授 对 北师大的那个心理学教授特别好 是的 是的 我们当时还让他们的老师啊 给我们议员出题呢 为什么呢 给国家队 我们有一些心理训练 就是在各种情况下 你怎么样应对啊 应急反应啊 就是也是让他们更多的了解自己 跟自己有一个在心理上的对话 因为你看我们 比如说你在关键的时候 你应该怎么想 你落后怎么想 你领先怎么想 最终的目的就是在各种的复杂的情况下 都能够非常镇定的保证自己的这种心理平衡 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你觉得学生们或孩子们 有什么帮助对他们来说 我觉得他们对自己可能会更加了解 然后这一些老师的分析啊 他可以把自己放到里面 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会有更多理论上啊 平时就静下来好好想一想 你刚才提到的就是情绪 那我觉得你可能也要学习 做妈妈以后 也要注意女儿的情绪 然后当了主教练 又要注意女孩们的 女队员们的情绪 我最近看了一些照片啊 特别好 您还去了香港 看女排的比赛 对 是联赛 而且跟着您的一些爱徒 我来给您看几张照片啊 还有那个慧若琪是吧 嗯对对对 哇 就是他们特别高兴 我觉得他们看到你就像看到狼妈妈一样 就是您跟她的相处 你们跟她的相处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我是在厂商 我是比较就是比较严肃 比较认真的 然后下来的时候 我们就是大家什么都可以聊一聊啊 慧若琪我还记得有一个细节 她曾经在某一次比赛里进场了 她跑到你身边杀娇 他们为什么对你是这种状态 我觉得因为他们也是就是离家吧 时间特别长 也就是每年春节 有个一周时间跟家里人团聚 真的他们跟父母时间特别少 所以我们下来 就是对他们每一个孩子都很关心 就是我们要尽量的 就像他们的父母一样 就是他有什么心里话 求偿以外的话也可以跟你说 他们都是专门约我到我房间 很沉重的进来 有时候聊了还得哭 我每次跟他们聊 还得准备这个执行 然后我知道他们肯定要 要一个宣泄的地方嘛 他们宣泄的多的是 主要是在训练上体能上 还是在私人的感情上 私人感情多一点 比如失恋了 男朋友怎么样了 跟男朋友拌嘴了 什么哪一天又什么不舒服了 哪一天又有什么事了 家里有什么事 都有七七八八的 你觉得他们会从你这里得到什么 我就是让他们 比如说发生的事情要去面对 然后要一个好的心态去想 你不能钻牛角形 事情总是有两面的嘛 我就是希望他们能够看开一点 那您呢 您自己年轻的时候这么小 当时也没有这些心理支援 也没有这些营养支援的时候 怎么办 我们赛前会请很多的 不同领域的人来给我们讲 也会的 也会的 我记得我第一次就是参加世界大赛 就我们第一次拿世界冠军 那个之前我们请了一个 登山队的一个教练 就给我们讲 运动员登山 就是登顶 珠穆拉马峰 有多么的困难 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挫折 其实他那些故事也很激励我们 是的 对 因为他们是面临着登顶生死 我觉得起码我们还没有这个生死这一关 对不对 辩证地去看自己和去分析对手 辩证地看自己和分析对手 对 这句话怎么理解 就是说你不要光看到你自己 我紧张我有什么困难 对吧 其实有很多的女排的运动员是你慧眼选她们进来的 而且有些还是力排中意啊 你是看到她们什么闪光点 你觉得她值得被选入大国家队 我觉得起码你先能看上有个基本条件 但我不会马上决定你怎么样 我们有一个叫视讯 就是比如说这有一个大名单啊 像你说大国家队往大家来 他就开始视讯 我一般要给他一个月两个月 你要观察他 通过一段的训练 他有没有提高 比如说有些能力不够吧 你得给他机会啊 他也可能以前他有一些 那个天赋你没有被挖掘出来 我们就会给他时间 专门的给他训练 觉得这个小孩子接受能力很强 很聪明 然后也很刻苦 你能看到肉眼看到的进步 也可能你马上用不到 但是你要有一个目标嘛 你有一个计划 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 你不能只走一步棋 你曾经说啊 你做体育 是有天赋的 我们很想知道 您的天赋在哪里 我觉得其实还是对 这个球排球的认识吧 因为你特别是 自己当过运动员 你的这个成长立场 你会记得比较清楚 包括我们原教练 也是非常细致的一个教练 教了我们很多的东西 我们觉得 我觉得我既然学到了 这些东西 我应该更好去传承 去教会更多的 年轻的运动员做最好的自己 或者是说 能够到世界上再继续的 为中国的排球 能够这个 征金夺赢 目前这只中国女排 感觉谁都是主力 谁都是team 跟此比赛 狼皮换人已达26次之多 这个时候已经是 大国家队的概念了吗 这个是 还没有全部 这是比赛出发以前 我们要给国际排联照相 对 其实还有更多的运动员 在参加学院 这已经是选出来了AB组了 对对对 这应该是最强的一个组了 这次中国女排世界联赛 在四强止步 但是不表示她不可能晋级 不能拿世界排名来衡量一支球队 对吧 你像我们以前也排名过第七 然后我们最后进入了决赛 18冠军决赛 那跟排名没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现在其实 还是要把自己 现有的水平发挥出来 我现在什么能力 我不打折扣 我到那儿 然后把我所有的水平发挥出来 这是最理想的 然后大家就要想 怎么能去把它发挥出来 这是球队 球员 教练要做的事情 比如说 您以前特别提到 有的时候比赛 现场的状态很重要 即使技术不如人 但是你状态出来了 你压制住别人的攻势了 然后你没有这种压力感的时候 你放开打的时候 可能会出乎意料的好 是不是真的状态 对于排球比赛 是不是真的很重要 那必须了 那怎么体现 我们就说临场的你的发挥 你比如我练了很多 但是一到临场的时候紧张 因为奥运会和你平时大奖赛是不一样的 对吧 你放松程度也不一样 然后你对手也不一样 也可能说我这场球 我不赢就怎么样怎么样了 那那个压力一上来 你在那种情况下 如果能够心态做好 然后把技术准备好 大家还得一个点发挥 你要说六个人场上就俩发挥了 今天你赢不了 对吧 所以就是说你当时的状态 在这么多压力下 你还能够打出水平外 我们都很 说都很容易 你放松啊 你那个敢打敢拼啊 这是一个口号 没有错 真正到那个场上 背负了这么多压力的时候 你还能够战胜它 或者是能够很好控制自己的心理 非常冷静地把自己的技术水平发回出来 那个叫真正的过瘾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过去你们的比赛 我也看了一些比赛 它确实是这种所谓的峰回路转 或者是说倚弱极强 是发生过的 对 什么叫女排精神 那您有一个阐释也特别的动人 就是不是知道自己一定赢 但是你会拼尽全力去赢 这叫做有不放弃 在这个时候 应该怎么样的眼光 去鼓励我们的女排 让他们拼尽全力去 放手去打这场球 你又希望怎么样为他们加油 我其实觉得胜负只是一个结果 那作为我们球迷来讲 我就觉得也是要保持一个体育精神 我觉得所有的运动员 就包括参加奥运会的 那大家其实没有看到 他们训练当中有多么的艰苦 他们有多么的卷 现在的时髦的话 每天所有的时间精力都是放在这 是非常不容易的 就起码我觉得 认为这种职业精神是值得大家学习 或值得我们尊重的 我希望运动员尽最大努力 但我们球迷来的要尊重运动员 尊重所有的运动员和教练员 这是他们心情的劳动 就是说我们不论成绩怎么样 我们都要为他们的这种拼搏的这种态度去鼓掌 当然我们谁都希望赢 但是只有一个赢者呀 另外奖派只有三块 对吧 金银铜所有的球队都是向那个目标去努力去奋斗 你刚刚说的很重要一点 所有的比赛要让观众能够投入其中 要能够享受 对于运动员和教练员来说 你享受吗 我觉得现在的运动员 我就是一直倡导就是享受比赛 当然你说这个竞技体 它那个竞争性非常激烈 但是怎么样把它当作一个 非常特殊的一种表演 就是表演给世界的球迷来看 所以我们要经过自己的平时训练 努力配合呀 就最后给大家展示出来的一种排球 就是一种享受 我看排球 我就喜欢看高水平的 因为它是一种节奏感非常强的一种运动 而且是整体配合的运动 所以它配好的就很舒服 大家看呀 真是像music一样 你知道我看那个夺冠 看到我这样子 哎呀我好紧张 索性我是知道结果了 对对对 不然的话就在现场 比拼的时候那种心脏要特别强 您是心脏特别强的那种 我还可以了 因为这么多年的历练嘛 反正对这个比赛也当作就是 工作目标最后的目的就是比赛嘛 把成果展现给大家 对的 然后在这过程中享受这个成果的努力 是它也是一种成就感 当然要打得很好 它成就感 小丽那个楼就正对着我们这个楼 就是我当时上外衣学院的时候 我们的教室就在那边 哇你这里就看得到你以前的教室 对对对对 你想想看 而且它都没有改变呢 你那个时候18岁就进入国家队 没有有没有机会有真的在大学校园里面 除了你以后来退役啊 就你的正规教育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兼顾 我们是我是高中毕业 高中毕业以后就直接去了国家队 还是比较特出的一个好 好几级跳啊 对 人家三级跳我一级就跳 叫上去了 你个儿高 那个时候个儿很高 那个身体素质比较好 所以你对自己的选择 也常常把自己放到一个从零开始的时候 您在退役之后读书出国再学习 没有想过要走同僚走的 不论是从官或者是从事教练工作 当时这样的选择 这是您自己的性格使然 您就觉得我都可以从头开始 也不是 我那会儿退役以后 我迷茫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当时我就觉得路在哪里 我其实除了酋长 我什么都不会 我下来的时候真的 就是交电费 不知道在哪儿行 会害怕吗心里头 就觉得很慌 往后拿到钱 不知道怎么花 平时都恨不得没上过街勾勾勾勾勾 你想咱也不敢上街 大家都认识 就是说你在一个非常封闭的一个环境里面 就是训练比赛 接触外面人也非常少 非常单调的一种生活 然后你突然一下走出去了 走上的时候 你觉得进大观园 这个我也不会 那个我也不懂 什么都不懂 就很迷茫 但你那样的迷茫 有人会觉得那我还是留在家乡 好 但你选择要出国 我没有 我当时就觉得我什么都干不了 我应该干嘛 学习 不管学什么 上学 然后再慢慢学会自己的生活能力 管理自己的能力 学习对于你意味什么 我觉得学习能够让自己更聪明 然后有些东西学起来很有意思 然后你要说排球的话 那你是永无止境 因为排球在发展 但是我现在懒惰了 我看一遍比赛 我就是看热闹了 我不会像以前有 现在这个排球就是他这样发了 那样发了 是吧 然后我哪一个运动员合适啊 我们哪些技术 我以前愿意看男排的比赛 高水平的啊 看完我就说 哪一些技术能放到我女排来用 我们运动员 你跟亚洲运动员不一样 对 我们哪些适合我们亚洲运动员的 这种体能啊 身体素质能达到这个 我们可以用 你就是要不断的学习 把人家好的东西都学来 先进学来 你不是自己就也好了吗 然后你要自费留学 当时有想过自费留学 这么难吗 我就什么也不知道啊 我当时让家里面能换出来的钱 两百美金 一百美金 我都不知道我揣在哪了 你知道 往后呢就带了一个皮箱子出去 我现在想想 我真好傻呀 但我也没觉得害怕 因为我那边有朋友说 你们过来吧 读读书学学学习 然后我们就住我家里就行了 我们也没有什么反应就去了 拿个皮箱子去了 那真是叫无知者无畏啊 还很年轻 出身知独 往后到那再说呗 哎好真的你心格真够大的 往后到那就发现需要钱 那就跟人家谈呗 我上学你免学费 对吧 然后我可以兼职在你们学校的校队 还不能叫教练 那会儿叫顾问 夏天暑期我就出去做那个summer camp 就是教人家小孩子打球嘛 挣生活费嘛 就还好自己还有一技之长 后来我觉得 哎我当教练还是可以的 当然没想那么高啊 我就觉得教教学生啊什么的 教教这个俱乐部啊都没有问题 那时候还是觉得自己 有点当教练的天赋 我觉得可以啊 我觉得我们这么高 水平教他们绰绰有余啊 我就不知道哪来的这么多的自信 作为中国的排球人 我们有很多运维扰 如果去过去的话 她往那边乘我们 你不要这样走啊 你不要这样去直接走 你告诉我 她再往那边走 我没回忍 中国是全球的领导 2016年 非常巨领的表演 特别是为了教练 因为她的弦化 让游戏去 两次回国执教 第一次其实是最艰难的 因为当时女儿很小 还有你要放弃原来所有的东西 所以一个是荣誉 一个是生活 你在这样的权衡之下 挣扎考量 你是怎么想 我觉得其实我这两次回国指教 对我自己的考虑都不多 尤其是就是我的工资的待遇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都对我来讲不是很重要 我可能是从小被我们这个环境来熏陶也好 感染也好 我觉得只要国家需要你 就是最光明的 其他事情都可以放在其次后面 当然第一次我回来 我最主要是考虑的是女儿 一个是女儿 一个是我自己的能力 这两个是我最担心的 那个也是犹豫半天 最后还是我的老教练说你 回来吧国家需要你 因为前面也谈了好几次 我都没谈下来 我说不行 我没有太小 而且我也担心 我没当过国家队教练 谁知道能把国家队带到何方 而且呢中国人 咱们中国球迷这么多 大家这么关注你 你哪能随便就带国家队了 而且以前也没有带过国家队的经验 那时候对自己还是有点怀疑的 怀疑啊 就这个是一个责任啊 他不是说你随便带个校队 带个救助 跟你2017年回来那种感觉 很不一样了 不一样 那会已经成熟了 而且我在世界上都走了一大圈了 更有底气了 更有底气 经验更足了嘛 而且也没有脱轨 那最后这次回来我觉得就是传承了 我觉得我可能执教时间也不会太长 因为这个年龄 但我知道我现在应该是最成熟的时候 然后国际比赛 执教经验和技术上 我都是比较成熟的时候 我是可以再带好这一届的女孩 另外我当时有一个想法就是 带一批教练 带一批年轻的教练 就当时我的责任其实就是更大了 但我愿意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你这么多年的积累 有这个机会去传承 为什么不能 但是就是我一般的这么大决定 我一般要考虑很多很多的问题 所以那一次也是考虑了很久 很久 也是臭屁一会儿行干没有 但是考虑不是孩子 孩子长大 主要是我的身体 而且我这个人呢 有一个习惯就是要干嘛 就全力以赴 就玩命 就玩命 习惯就不会凑合 所以我要求自己是 你要干就好好干 我包括运动员说 你要干你就全力干 要不然就不要干 你这苦吃了一半算什么 你什么事做了一半拿了撤了 这会儿也是 我本来以为你是一个 比较果决的人 但是你还是会 你不算是瞻前顾后 但是你会考虑周到 我在做 我要做这么大的决定之前 我一定是要把很多的事情考虑好 就是你考虑好了以后 你就 义无反顾 义无反顾 你不要说我后面没有后路 《诗经大雅》里面说了一句话 叫做 米步有粗 显刻有钟 也就是说 大部分人都有一些初心 但是真的能够做到底 善始善终的人 并不多 您可以说是一辈子投身在排球的事业 您觉得排球对您带来了什么 哎呀我觉得这个能够就是加入到国际大家庭当中排球 我觉得是一个是一个缘分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能跟国家队这么好的教练学习 培养我 然后我们这么好的队友 我们一起去在自己就是青春年华的时候啊 能够去为国争光 那我觉得是最完美的 也是最幸运的啊 因为我们太多的前辈啊运动员 他们都没有这个机会去获得这个这么多的荣誉啊 你说您是在朝阳大炮 然后有人过来说您是铁狼头 您更喜欢人家怎么评价 我以前不喜欢 我觉得这两个都太刚了 其实我是一个挺下来挺注重生活细节的一个一个女人啊 我觉得那两次都太刚 但是现在我真的无所谓 我觉得我在场上就是一个大炮 他很高兴 说我是铁狼头 我现在都接受 其实他都是一种对你这个球场上表现的一种形容 很多人都在问我说 哎你要去看郎平 你觉得他退役了之后的感受是什么 或者状态是什么 我觉得你就是很开心 但其实这才是真正的名义 就是笑起来很灿烂 因为我们一般以前在您在意的时候 不论是主教练或者是球员的时候 都是那种很洒爽 或者是激动流泪 或者是说扣球的那种状态 什么是真实的你 两个都是 但是其实我下来是很放松的一个人 你包括我以前当教练的时候 我一般在球场上 我们都有一种职业习惯 就是很认真的事情 不能开玩笑 在球场上是不能嘻哈哈的 当然你偶尔幽默一句是可以的 是吧 你批评他你变成了幽默的一句笑话 我觉得也挺好的 就让气氛更轻松 不要让大家觉得很沉重 已经很累了 然后你要把这个训练 大家的这个生活气氛也得调节出来 包括预论员生病的时候 受伤的时候 你都要给你特别温暖的这种关心 所以我觉得这是可能说人都有两面吧 就是做事业或者做什么事情 然后下来就还是挺正常的一个自己吧 谢谢朗导 谢谢 好 现场有掌声 来请朗导签字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人生模板 它年轻的时候的那种英气 到后来的这种成熟 这种对生命的宽容 对书云的理解 然后对于带后劲的方式 而且它刚好是做一个竞技比赛 竞技比赛就不只是拼基本功 拼实力 它还拼的是心理素质 这个心理素质不只是在比赛的时候很重要 人的一生贯穿其中 所以它的收获 不只是它赢得了冠军 赢得了国人的喜爱 它也赢得了它自己从容一生的本事 这个是你小网友了 我们的生活被内卷包围 不于是我们只想躺平 面对压力如何找到自己 你以前规划过自己的人生吗 生活应该不设限 还是要有日程表 你怎么看 我这问题先给你 先换给我 先换给你了 我是觉得自己体力最好 精神最好 学习能力最好的时候 真的去想办法找到自己的一个热爱 然后为此有始有终 我觉得特别好 你怎么不能我做结尾啊 你赶紧说 对给那个 给零零后 现在碰到一个觉得很内卷的时候 他们该怎么样去看待自己的人生 或规划自己的人生 哎呀我就觉得年轻人特别好 我现在看年轻人做一个什么 我说哎呀年轻真好 是的 我就觉得年轻的时候 就是在你特别充满想象力啊 有激情的时候 一定要去挑战一件事情 千万别躺平 年轻躺什么平 我这个年轻躺平还差不多是吧 60多岁躺平差不多 我觉得一定要 一定要去尝试 人呀有时候不知道自己 潜力有多大 不敢说潜力无限 但是真的是什么都有可能 所以年轻人一定要充满这种 我们以前说理想 我就说幻想 或者你充满的好奇 和你的创造力 包括你的激情